国内15家金控2021年员工平均薪资福利排行榜出炉 受惠去年资本市场大好的元大金 从2020年排名第七一举篡升到员工薪资王 基层员工军薪达134.6万元 年增率为27.3% 夺金控之冠 核库金与中信金分别以134.4万元与125.9万元 另外第一金和赵凤金也紧追债后 基层员工去年均薪约为118万元及117万元 我觉得台湾的薪资跟国外来比还是偏低 所以应该是我们要去追人家 不是说什么人家告我们决资的薪资 我觉得应该要换个角度了 心情好让人实在好羡慕 不过富邦金及国泰金两大受险金控获利双雄 去年每股获利都超过一个股本 但基层员工去年均薪却只有113.6万元 即108.8万元 获利和员工薪资严重脱钩 尤其今年上半年黑天鹅满天飞 受到防疫保单理赔认损 美元转弱台币升值 以及金融市场波动三大因素影响 15家金控累计1到5月 整体金控核赚2054亿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26.7% 2021年的好心情到了2022年 有如昙花一现 环宇新闻郑永庭张亚筑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